另外据新华社消息 昨天晚上8点左右 贵州水矿集团格木底公司马场煤矿发生了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已经导致21人死亡 还有4人下落不明 事故发生的时候 当班下警人员83人 其中58人安全升警 接到事故报告之后 贵州省主要领导批示要求全力以赴救援 目前贵州省副省长王江平正率领省有关部门人员赶赴现场 当地党委政府有关领导正在事故现场指导救援 目前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